Paul, Suzanne, if anyone is out there, I can hear this, that has you, please, we'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ring you back, we love you, we miss you, your girls need you, no questions asked, however much they want, I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get you back, it's funny, I love you. 欢迎来到明安追踪,2020年5月18号,10年53岁的园林公司老板Barry Morphill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条视频公告,表示和自己结婚了25年的妻子Suzanne已经失踪8天了,她向社会大众征求线索,希望妻子可以安全归来,巧合的是Suzanne失踪的日子正好是母亲节,在所有的节日中,母亲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日,母亲们在这一天会收到孩子们送的礼物, 这是一个向母亲表达感谢和爱意的特殊节日,然而在2020年的母亲节当天,Suzanne Morphill的两个女儿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这位49岁的母亲了,她电话不接,短信不回,考虑自己的妈妈Suzanne还身患癌症,她的女儿们出于担心,于是请求附近的邻居Ritter夫妇过去查看,在敲门无应答之后,Ritter夫妇打开了家里的车窟门,他们发现Suzanne的白色路虎缆胜越野车,还好好的 停在车库里,不过她平日里最喜欢骑的自行车没有在家 从侧面进去屋里之后,邻居夫妇找了一圈,也不见Suzanne的影子 他们把情况打电话告诉了Suzanne的两个女儿,以及她的丈夫Barry 此时的Barry远在100多公里外的Danforth市,还在忙着给一位客人做花园的挡土墙 在得知自己的妻子失联之后,Barry立刻驱车返回 同时让连聚帮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2020年5月10号,母亲节,在当天下午的5点58分,警员们来到了Suzanne的住处 和邻居们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情况后,他们再次搜索了房子,确认Suzanne并不在家 在晚上的7点10分,警员们打通了她的丈夫Barry的电话 此时的她还在赶回来的路上,预计还有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 于是Barry一边开着车,一边接受着警员们的询问 他表示妻子Suzanne最近一切正常,并无任何异样 夫妻两人在昨晚一起吃了牛排,之后很早就睡下了 因为Barry自己开的园林公司,今天在100多公里外的丹佛市 有一个活要做,所以她在清晨的4点半就起来了 她记得在5点左右离开家的时候,Suzanne还睡在床上,还没起来呢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妻子 当被问到Suzanne可能的去处时,Barry说妻子身体不好 正在接受癌症治疗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她最近很喜欢骑自行车 基本上每天都会在早上的8点到9点之间出门去附近的山路上骑上一会儿 她通常会穿一身运动衣,戴绿色的头盔 她建议警员们去附近找找看 挂完电话后,警员们开着警车放慢速度 沿着家附近的225号公路,开始仔细在周围寻找起来 幸运的是,在开了仅仅十几分钟之后 在晚上的7点31分,当警车从225号公路拐进50号高速公路的时候 一名警员就远远地看到了山丘上有一辆自行车 发现自行车的位置距离Suzanne的家只有500米左右的直线距离 简单地检查过后,警员们发现自行车除了前轮之外,并无任何损坏 上面也没有任何血迹,不像是车子意外衰落的样子 在车子附近看了一圈,他们也没有找到Suzanne的踪迹 通过查看车子倒下的地方附近,警员们注意到 周围的草地上没有发现类似人从车上摔下来的迹象 而且奇怪的是,现场附近也没有发现自行车的头盔 由于自行车所在的位置是一个陡坡 所以如果有人真的从车上摔下来的话,按理说头盔就会在附近 草地上也会留下人摔下来的痕迹 车子上至少也会留下一些塌痕和损伤 但是以上的这些都没有 初步判断是有人故意把自行车丢在了这里 当警员们带着自行车回到了Suzanne的住宿后 他的两个女儿Malorie和Macy 以及Macy的男友Miles也已经赶到了家 通过询问在场的几个人,直觉告诉警员们 这起失踪案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你就是她的姐夫 我妈妈的女儿我刚才的哥哥 这是你客? 这是我的客户 你没看到她的妈妈 对你 是的,我的两个女儿 已在现在来现在 接着她招待大人 他们在天台上的做事 现在他们听说天天早上 接着没有ieu 好像它有没有直播 才早前 她是一个大山大 她而已 她车里走 鞋 我是這一個客人在這裡? 我和她在這裡開門了 然後她關了它 然後她回到她家 她家是正在這裡 然後我回到她家 就到這裡 OK 有你那樣 我跟她在這裡 你看過 everything? 對 有沒有 對 我已經在這裡 我根本來找到她的路線 然後有幾個地方 我可以找到 有些地方 但我還想到 我不想到這裡 看一下 OK 有她從她 從她到 koska你今回之前的旅途去 他不准ish了 沒有 missed所以舲上的距離 它不對合逆的馬 its很強 球 needs connectors 誰 Consearks 離 по高等 amounts 因為它就是很強 難堆過 Constanza 還不可以在鼓舞 俗子上車 是我的家嗎? 對,我的家裏有駕駛嗎? 我來這裡有駕駛的車子 那是我的家嗎? 對我們知道對她的駕駛 她們的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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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駕駛駛 你真的有駕駛 不然她 她們是在那邊 是在那裡 那路上的路上 但他們有相機 但他們都被關心 我愛你 我愛你 這一個奇怪的問題 但 你跟巴黎和菇都一樣 你能說話 我認為他們有些問題 在過去 就像普通的 普通的和婦 對話 他們說話 听完了Macy男友的叙述,警员们决定再次进入屋内,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这次他们注意到主人房的门上有一条长长的裂缝,看上去像是撞击造成的 之后警员们通过联系这栋房子之前的房主,前房主明确地表示 他们卖出房子的时候,门上是没有这条裂缝的 主卧室的地上有一颗尚未发射出去的.22口径的步枪子弹 通过查找车库里的枪支保险柜,警方没有在里面找到匹配的.22口径步枪 整个家里门窗完好,干净整洁,没有发现打得过的迹象 无一凌乱的地方是Suzanne女儿的第一间卧室 床上的枕头和毯子不知道为什么都被拉到了地上 而最可疑的还要属洗衣房里了 在洗房的烘干机上,警员们找到了一个空的麻醉针管 烘干机里当时还有衣服,表明这根空的针管一定是刚被放过去不久 同样的麻醉针,警方也在车库的枪支保险柜里发现 Barry事后对此表示,麻醉针是用来对付那些熊鹿的 他之前在印尼亚纳州住的时候会用麻醉针击倒熊鹿 然后把鹿角拿出去卖钱 与此同时另一对警员试着通过Suzanne的手机信号来试图追踪她的位置 结果发现Suzanne的手机已经关机 她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时间是在今天凌晨的4点23分 位置是在Puncha Springs 这个小镇位于Suzanne的家以东,大概15分钟左右的车程 在晚上的8点45分左右,Suzanne的丈夫Barry终于赶了回来 当德志警方已经发现了妻子的自行车之后 他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 计划,当时是在这种地方 就是在这种地方出现,在这种地方出现 你可以去到那里 是开心的 这种东西的车 看起来 是因为它车的车的车 的车车的车车 很大 小鸟? 是没有人的车车? 我没有人的车车? 我没有人的车车 Source and Rescue is on their way Hey Barry then I'll probably need your help, to kind of tell me some of the trails that she frequents So we can backtrack some of that stuff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just to confirm that you left this morning at 5 And she told you should go bike riding? She bikes everyday So the last time you probably saw her was this morning That was it right? Did they check the house? Did they look through the house? 是的,他們在家裡的房子 因為如果牠們來的牠們,牠們要給牠們 所以牠們不想把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所以牠們不想把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然後我走上這個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牠們 我沒有想到牠們的牠們 如果牠們是牠們的牠們 我們來這裡還是天氣 所以如果牠們來這裡,牠們會很容易 因為牠們是牠們的牠們 而且如果牠們來了 сво牠們 牠們會會牠們很快 我可以和牠們的牠們 牠們的牠們去了 來吧 牠們會釋住牠們 牠們會釋到牠們 牠們會釋住牠們 牠們會釋住牠們 牠們不安全 牠們縱亂 牠們釋到牠們 牠們跑來照� Nu 牠們就能看牠們 他也在骑人的路线 我明白,我们只想重复查 这里警员注意到 Berry的说辞和Macy男友的说辞明显相做 Berry表示 妻子之前就骑过那条危险的路线 但是Macy的男友之前表示 Suzanne的自行车被发现的地方很不合常理 因为那条路比较陡峭崎岖 并不适合先手 而他之所以对Suzanne的自行车路线非常了解 是因为正是他在一个多月前 把骑自行车这项户外活动介绍给Suzanne的 他说Suzanne的水平比较初级 都算不上中等 所以选择那么一条危险的骑车路线 实在不像是他的做法 在场的几名警员在汇总了各自的信息之后 都感觉Suzanne的失踪非常蹊跷 简单的讨论之后 警员没决定去Suzanne的家里找他的一件衣服 然后让巡尾犬试试追踪他的气味 对此Barry很配合 只不过后来的巡尾犬并没有给警方提供多少有用的线索 母亲节的第二天5月11号 警方第二次询问了Barry 并且给他拍了照片 他的手上和身体多处都显示出一些抓痕 但是伤口已经愈合 无法确定是不是和妻子的争斗过程中造成的 通过搜查Barry和Suzanne的住所 家中没有发现打斗的迹象 见识人员在家中也没有采集到任何血迹 房子的外面 警方发现在他们家的车道上 停放着Barry的一台Bobcat牌小型挖掘机 该挖掘机的一扇叶片非常的鲜 明显是刚刚换过 之后通过查看当天的监控视频 他们注意到Barry在下午的1点51分 开着自己的福特货车 拖着挖掘机行驶在马路上 之后在2点27分 换好了新叶片的Barry 又用车把挖掘机开回了家 另一边 审问Barry的FBI探员发现 当被问到婚姻的问题时 她的回答和别人的明显不一致 Barry表示 自己和妻子Suzanne的婚姻幸福美满 两人之间并无任何瓜葛 但是她的两个女儿 以及女儿的男友都表示 Barry和Suzanne经常吵架 甚至已经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她的女儿Macy表示 父母两人长期不和 吵架的是家常便饭 对此才劝过母亲说 让她和父亲干脆离婚 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都会开心些 警方调查得知 Barry和Suzanne已经结婚25年了 并且还是高中同学 两人当时都入读了 亚历山大门罗高中 Suzanne加入了高中的德语俱乐部 而Barry则加入了西班牙语俱乐部 这对高中情人 在1994年走进了婚姻殿堂 两人在婚后又有两个女儿 姐姐Malorie以及妹妹Macy 婚后的Barry开了一家园林公司 居民Sunset Farm 她自己当老板 专门负责给客户设计和建造花园 而Suzanne则在一家学校当老师 之后不幸罹患 非祸期金氏淋巴流 这是一种淋巴系统癌症 经过了第一轮的治疗之后 她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善 然而就在她即将开始第二轮治疗的时候 Suzanne却离奇地消失了 她和Barry之间的婚姻具体出了什么问题 没人知道 但是警方根据她的闺蜜 希拉Oliver的描述 Suzanne经常跟她抱怨Barry的种种不适 两人夫妻不合 已经有很多年了 在2018年4月 Barry把家从印尼亚纳州搬来了科罗拉多州 她希望借着这次的搬家 给一家人一个全新的起点 但是很明显搬家 绝对不是婚姻问题的解药 Suzanne在搬过来的仅仅一个月后 就在Facebook上主动联系了自己的高中同学Jeff Jeff、Suzanne和Barry三人来自同一所高中 当时的Barry是棒球俱乐部的成员 而Jeff则是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成员 他们两人都喜欢Suzanne 甚至还为了Suzanne差点动过手 高中毕业后 Suzanne和Barry洗一间连礼 而Jeff也有了自己的生活 现在的她是六个孩子的父亲 她本人住的和Suzanne并不见 远在1400多英里外的密歇根州 从Suzanne的家开车过去的话 要20多个小时 不过似乎再远的距离 也不能阻止两人的地下恋情 在Facebook上聊了一年之后 Suzanne和Jeff开始频繁见面 约会的地点可谓是遍布美国各地 从Jeff的老家密歇根州 到达拉斯 到新奥尔良 再到佛罗里达州和印第安那州 看得出为了爱情 两个人在机票上绝对是舍得花钱 当然被戴了绿帽的Berry也不是傻子 妻子经常的出远门 已经让她心生怀疑 从2019年9月起 她就开始偷偷地跟踪Suzanne 并且查看她的手机信息 在一时到辈子的老公盯上之后 Suzanne也开始小心翼翼 一直没有让Berry抓到把柄 2020年1月的时候 这对貌和身离的夫妻去了墨西哥旅游 期间在旅馆的时候 Suzanne偷偷地打电话给她的情人Jeff 这一下正好被躲在暗处的Berry 被抓了个争吵 她抢过了Suzanne的手机 两人再次爆发了争吵 考虑到Suzanne和丈夫的矛盾愈发激烈 Suzanne的闺蜜Sheila送给了她一支录音笔 这是一种通过语音就能启动的设备 Suzanne把这支笔放在了主卧室的抽屉里 这里面记录了她们夫妻间很多争吵的内容 其中那条录音里 Berry对她的一位朋友表示 我要是知道了她是谁的话 我就开枪把她脑袋打下来 然后塞进她的喉咙里 另外一条重要的录音显示 Suzanne应该是把笔藏在了Berry的货车里 当她在开车的时候 Berry收听了美国著名的罪案节目 近视档案 当时近视档案里正好在播放一个真实案件 说的是一名女子在一个地方被害后 她的自行车被凶手丢弃在了其他地方 用来引人耳目 感觉上很像是Suzanne案件的重演 当然Berry收听到这个案件 也可能仅仅只是巧合 通过调查Berry的手机 警方发现在Suzanne失踪的几天前 2020年5月6号 Suzanne发了信息给Berry说 要结束这段婚姻 她写道 我已经受够了 你要做的和这些年已经做的事 我都不想管了 我们还是文明的来解决吧 这条信息被Berry删除了 警方是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的 而Berry删除的信息 当然远远不止这一条 案发的一个月前4月24号 Suzanne发了信息给Berry写道 我觉得你的情妇肯定让你很开心 所以你才会说爱我 但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又欺负我 对 这就是爱 警方顺着短信的线索 追查后发现出轨 并不仅仅是Suzanne单方面一人 她的老公Berry同时也婚怒出轨 出轨的对象是Berry自己公司里的秘书 在Suzanne失踪的前一天 2020年5月8号 她在手机的记事本上 写下了Berry在5月6号 发现了她和Jeff偷情的事实 而Berry在面对太原审问的时候 却表示自己对妻子的出轨毫不知情 一直坚称两人之间感情很好 警方发现在Suzanne失踪的当天5月9号 当天中午的时候 Berry回家和Suzanne吃了顿午饭 然后在下午 她更换了挖掘机的叶片 同样是在这一天 Suzanne和情人Jeff相互联系了59次 其中的一条信息写道 我们应该是夫妻 她失踪前最后的两条信息 分别是在当天下午的2点07分和2点11分 2点07分她发了一条信息给Jeff 里面是她的一张泳装自拍照 2点11分她发给Jeff说 我在WA上 警方认为WA是WhatsApp的缩写 这是警方已知的Suzanne最后活着的证据 Jeff在当时并没有马上看到这条信息 她在半个小时后 大约2点39分才回复了Suzanne 不过她的回复一直显示消息未读 几分钟后在2点44分和2点46分 Jeff再次发了信息给Suzanne 不过依然显示消息未读 巧合的是 仅仅1分钟后2点47分 Berry这边 她的手机开启了飞行模式 并且一直持续到了晚上的10点17分 同样是在这天的下午 在6点46分的时候 Suzanne的一位闺蜜 还在Snapchat上 给她发了一段视频和照片 这段视频是这位闺蜜的女儿 在当天的结婚视频 Suzanne之前就一直表示 要这位闺蜜 分享她女儿结婚时的照片 所以照理说 Suzanne是非常期待这个的 但是奇怪的是 这条视频和照片 同样显示未读 警方有此怀疑 Suzanne在此之前 一定是已经遇害 最可能的案发时间 是5月9号下午的2点11分 到2点46分之间 而这个时间点 恰好是Berry刚换完了挖掘机刀片 回到家的时间 警控显示她在下午的2点27分 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然后她的手机信号显示 她在2点44分到2点45分的这一分钟时间里 她自己的家里的多个角落 快速地跑来跑去 根据她自己的说法 在当天下午的时候 Suzanne在屋子外面晒太阳 享受着日光玉 但是家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留进来一只花莉鼠 我就抓住这个小家伙 Berry拿着自己的麻醉枪 在家里追着她到处跑 这种花莉鼠在当地很常见 有的时候会破坏房子里的供暖系统 Berry表示 自从他们一家在2018年搬来后 他自己已经射杀了80多只花莉鼠了 巧合的是 刚在家里追完花莉鼠 Berry就在2点47分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 事后Berry也把自己用来追花莉鼠的 .22口径步枪交给了警方 这种步枪明显是经过了非法改装 他把枪管锯下来一截 还在上面加装了瞄准器 在主卧地上发现的那颗没有射出去的子弹 正是一发.22口径的步枪子弹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步枪也可以发射麻醉针 所以警方认为 当时Berry可能是拿着枪 追着Suzanne满屋子跑 之后用麻醉针射中了她 之后在其他地方处理了Suzanne 所以在家中才没有发现血迹 而关于在5月9号当天晚上的行踪 Berry的描述有多处和事实不符 Berry声称晚餐的时候 自己和Suzanne吃了牛排 但是他却无法描述 牛排具体是T-bone呢 还是Porterhouse呢 或者是其他的牛排类型 最重要的是 第二天5月10号的洗碗机里 只发现了一个人的盘子和碟子 而不是两个人的 Berry表示在5月9号晚上的时候 他在8点多就睡下了 因为第二天要去三个小时之外的Broomfield 所以他要早点休息 不过警方发现 他要么是在撒谎 也要么是在梦游 因为他的福特货车上的车载电脑显示 在晚上的9点24分到9点52分之间 他的福特货车有多次的开门和关门记录 其中的9点52分车载电脑显示 他的车子挂到了道道 而且连续倒车了29米远的距离 最后停在了车道边上 而5月10号的早上 他的行踪也很诡异 Berry之前告诉泰远说 他在早上的4点30分起床 5点才离开家 离开的时候 Suzanne还在床上睡觉 但是车载电脑显示 在凌晨的3点25分到3点52分之间 他的福特货车有多次的开门关门记录 所以他其实早就醒了 早上的4点23分 Suzanne的手机最后一次和信号塔有数据交换 我只是在Panchas Springs附近 之后音讯全无 他的手机直到现在也没有被找到 通过调查 Berry在10号早上离家后的行踪 警方发现他在去Broomfield的时候 开了一条非常诡异的行车路线 正常人要是去Broomfield的话 应该在五超高速公路右转往东走 但是他的车载电脑系统显示 Berry选择左转往西走 而且开了大约两英里 这是明显的绕路行为 对此Berry的解释是 当时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 恰好看到不远处的树林里有一头迷路 而他自己又爱好打猎 所以没忍住 他一失兴起 于是就去追迷路了 尽管听上去这种说法有点离谱 但是在他们家的墙上 警员们发现了很多路角 看得出 Berry的确非常喜欢打猎 在绕路之后 Berry继续往Broomfield开 在上午的7点34分 他抵达了Broomfield 在旅馆登记之后 他换了一身衣服 之后去了附近的一家麦当劳 并且监控拍到他丢弃了一些垃圾 紧接着Berry又回到旅馆 换了第二身衣服 之后去了一家洗车店 以及一家五斤超市 监控再次拍下了他丢弃垃圾的画面 对Sperry的说法是 他爱干净 觉得洗澡会让他很舒服 他当时丢弃的是一些包装袋 一些固地上的废料 这的确是不好的行为 但是算不上违法 警员们之后来到旅馆的房间 寻找证据 一进门 他们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 Chlorine的味道 Chlorine是一种化学物品 通常会被用在游泳池里 用来保持泳池的清洁 旅馆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从来不会用Chlorine来清洁房间 旅馆的其他房间也没有这种味道 所以肯定是住在这里的人留下的 对Sperry表示 他的确也闻到了Chlorine 但是不清楚这种味道的来源 他自己并没有携带任何Chlorine Suzanne失踪的三天后 5月13号 警方有了重大发现 他们在之前发现自行车位置的 大概0.84英里远的路边 发现了Suzanne的头盔 在头盔里还夹着一张手写的纸条 上面写着Suzanne Barry 以及他们孩子们的名字和电话 这种字条比较常见 是户外运动的人为了怕自己受伤 而提前做好的预备措施 但重点是 Suzanne头盔被发现的地方 正是Barry之前绕路去的地点 这难道今天只是巧合吗 为了更快的破案 当地警方请求FBI和Clorine 州立调查局给予帮助 Suzanne失踪的9天后5月19号 州立调查局派出了见识人员 对Barry的福特F350货车 以及Suzanne的路湖缆胜 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取证 Barry的货车脏乱不堪 车内到处都是沙子和泥土 见识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在请来了寻味犬之后 狗狗们在车内也没有闻到任何血迹的味道 Suzanne的车里有她的太阳镜 一些零食等杂物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副驾驶座位上的一个手提包 里面装有Suzanne的钱包和一些账单 钱包里有少量现金 以及她的驾照 信用卡等 在Suzanne的自行车头盔内部 警方提取到了一些DNA 在她的路湖缆胜轿车里 警方发现了一个纸巾盒 在上面也提取到了一些DNA 但是DNA化验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时间 5月23号的时候 警方还开来了大型挖掘机 在Berry的家附近 展开了大范围的挖掘工作 但是没有找到Suzanne的遗体 案发的几个月后 Berry175万美元的价格 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以及Suzanne的白色路湖越野车 她拿到了女儿们的抚养权 搬家到了其他地方 似乎是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2020年11月 恰逢川普总统选举 Berry为了支持这位董王 他竟然冒充Suzanne的名义 给川普投了神圣的一票 被捕之后 Berry表示 他知道Suzanne也会支持川普的 所以才替他投了一票 董王表示 我谢谢你啊 案发的建议一年后 2021年4月30号 警方宣布 鉴于Suzanne已经连续355天没有出现 她的信用卡、社会保障号、社交媒体 都没有被使用过 也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 他们现在正式宣布 Suzanne已经离世 2021年5月 警方召快了新闻发布会 以涉嫌一级谋杀罪为由 逮捕了Berry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自从Berry被捕之后 检方这边是G203的出事 先是负责案件的州立调查局 探员Joseph Cahill被内务部调查而主动辞职 接着负责案件的现检察官又接连辞职和换人 然后负责案件的诸身法官Ramsay Lama 也因为个人利益冲突而主动辞职 到最后的时候 负责案件的检察官Linda Stanley 和负责案件的前法官Ramsay Lama 两个人开始撕逼起来 检察官在不满法官的一些判决后 竟然动用手下的探员私自去调查法官 法官这边也不示弱 在电视上公开发表声明 表示检察官Linda应该被吊销律师执照 所以Berry的案件还没开始审理 检方这边就已经内耗严重 元气大伤 到了2022年3月1号的时候 Berry的律师跑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让这起案件来了个超级大反转 Berry的律师声称 在法庭的听证会上已经研究辞职的州立调查局 探员Joseph认为 警方没有找到凶器 没有找到Suzanne的遗体 没有任何物理证据来给Berry定罪 他认为警方那是逮捕Berry的做法 为之过早 而且是非常草率和糟糕的决定 Berry的律师声称 作为公平审理的基本原则 检方那边应该公开所有的证据 但是他们却刻意隐瞒了非常重要的 可以证明Berry无罪的物理性证据 因为早在2020年夏天的时候 也就是案发的几个月后 州立调查局的见识人员 在一些和Suzanne相关的物品上 发现了两名未知男性的DNA 具体的说就是 在Suzanne的自行车上 她的自行车头盔里的海绵上 发现了一号未知男性的DNA 在Suzanne的路护缆胜越野车的后座上 以及车里的一个纸巾盒上 发现了二号未知男性的DNA 实验室分析过后发现指尖盒上的DNA来自三个人 分别是Suzanne自己 她的一个女儿 以及二号未知男性 通过排查发现 这两名未知男性的DNA 均不属于Berry 也不属于当时在现场的几十位警员 因此当时负责案件的 Joseph Cahill探员认为 尽管Berry有作案动机 有作案嫌疑 但是他更倾向于认为 其中的一个未知男性 才是真正的凶手 又经过了一年的排查比对 2021年5月19号 警方的见识人员取得了重要突破 在Suzanne的车里 发现的二号未知男性 和警方数据库里的一名男子 得到了匹配 该男子所在的位置是Prescord 这是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城市 距离Suzanne的家 有十个多小时的车程 他的DNA 为什么会在Suzanne的车里 警方不得而知 但是通过调查该男子 发现他在案发的 2020年5月9号和10号这两天 均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因此排除了他的嫌疑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1号未知男子了 见识人员在把1号未知男子的DNA 和美国多个犯罪数据库里的DNA比对后 发现该男子的DNA 和三起未解悬案里的罪犯DNA 不分匹配 这三起未解悬案都是性侵案件 分别发生在Tempe 凤凰城和芝加哥 三个不同的城市 这条线索的出现彻底打乱了检方的计划 让本就复杂的案件更是迷上加迷 警方原本要以一级谋杀罪起诉Berry 但是不分匹配的未知男性DNA 对陪审团来说是一个充分的合理怀疑 不能排除其他人做案的可能性 这明显在法庭上会对检方不利 如果就这么开庭的话 Berry大概率会被无度释放 在即将开庭的一周前 2022年4月检方再三考虑后 被迫宣布放弃对Berry的杀气指控 当天就被释放的Berry心情激动 仅仅握着两个女儿的手 走出了法庭的大门 Suzanne失踪的三年后 2023年5月2号 Berry的律师团队一纸诉状 把逮捕她的陷阱局 检察官办公室 科罗拉多州立调查局 以及FBI的多位探员 一起告上了免事法庭 起诉他们非法侵犯了Berry的公民权利 要求赔杀1500万美元 就像所有人都认为 Suzanne的案件 即将成为一桩悬案的时候 2023年9月28号 一个爆炸性新闻 占据了媒体的头条 In Colorado, authorities say they have found the remains of Suzanne Morphew the mom who disappeared more than three years ago on Mother's Day Though her husband was charged with her killing those charges were later dismissed Now, he says he and his teenage daughters were never officially notified about the discovery Well, this is a very rural area I'm standing about two miles south of the town of Moffitt and usually there's not a lot of activity here there's a dollar general in town and that is about it one local described to me that you could pass through this town and blink and just miss it that is what one local told me today and we watched as investigators just about a football field from Colorado 17 from the roadway as more than three dozen investigators were combing through this brush and they were using a backhoe some shovels they were sifting through the dirt here and we watched that backhoe dig deep holes into this ground and it is almost desert-like out here a very different landscape 警方表示 他们在2023年9月22号 就意外发现了一具遗体 经过6天的比对后 正式是3年前失踪的Suzanne 地点是距离Suzanne家 46英里左右的Muffitt Muffitt这个村子 小到人口只有108人 这里人因稀少 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显得非常荒凉 警方没有公布Suzanne的事件结果 也不清楚在Suzanne的身上 他们究竟有什么发现 虽然警方没有说明她是自然死亡 还是她杀 但是根据他们提到的 Suzanne被埋在了一个浅浅的墓里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她杀 而其实能发现 Suzanne的遗体纯属巧合 警方当时在这一带搜索 并不是为了找Suzanne 而是试图寻找另一位失踪的女子 10年55岁的Edna Quintena Edna最后一次被目击 是在2023年的5月3号 当时的她和男友一起徒步旅行 走到一半的时候 Edna体立不知表示要返回车里休息 留下男友独自一人继续徒步 结果她在返回车子的路上就失踪了 事实上在发现Suzanne的两个月前 警方还在Muffet发现了 另一位失踪男子的遗体 2023年4月的时候 10年26岁的海军军人 James Montoya 在酒吧和朋友聚会后失踪 他的遗体在7月份被找到 截止到23年的10月 警方已经找到了James的凶手 Jesus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该凶手 和Suzanne以及Edna的失踪有关 而Edna的遗体 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被找到 在Suzanne的遗体被发现后 科罗拉多警方正在积极地调查该案件 检方表示 Barry依然是该案件的首要嫌疑人 当证据充分的时候 他们依然会起诉她 Suzanne的这起失踪案 错综复杂 以当地警方和检察部门为代表的一方 似乎更倾向于认为Barry就是案件的凶手 通过调查Barry和Suzanne的财务状况 警方认为他们找到了Barry可能的另一个作案动机 Suzanne的母亲在2013年去世 于是她继承了自己母亲的一部分财产 这笔钱大概率Barry还是要偿还 警方的理论是Barry是一个控制又很强的男人 她自己先是有了外遇 但同时又不想放弃Suzanne 对于Suzanne有婚外情的事情 她不能容忍 她在5月9号发现妻子依然和情人聊天后 怒不可洁的她 并不是在家里追花里数 而是拿着步枪追着Suzanne满屋子跑 最后用麻醉针击中她后 在司机将她杀害 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 Barry的种种行为都显示出 她的确很像是凶手 首先她极力否认自己和妻子Suzanne的关系不合 表示两人感情意志很好 很少吵架 但是她的女儿Suzanne的闺蜜Sella都表示 两人貌合神离 爱情早就进了坟墓里了 为了掩饰自己和妻子感情的不合 才故意删除了Suzanne发给她的要求离婚的信息 警方认为如果不是心虚的话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Barry说在5月9号的晚上 她8点多就睡了 但是在9点多的时候 她的货车还有多次的开关门记录 而5月10号的早上 她的行踪也很诡异 Barry说她在早上的4点30分起床 5点离开家 但是车载电脑显示 在凌晨的3点25分 她的货车就有多次的开关门记录了 所以她其实早就行了 离开家后 她又恰巧在路上看到了迷路 南辕北辙的去了另一个方向 而恰好在这个方向上 警方又找到了Suzanne的头盔 她去了Broomfield旅馆后 先后换了两次衣服 先后几次在不同的地方倾倒垃圾 并且其实她在Broomfield的花园工作 是在礼拜一才开始的 5月10号这个礼拜天是不许施工的 她其实完全可以在周一的早上去开工 然后在工作完毕后 再找一家旅馆住下 警方猜测她之所以提前一天 在早上三年多就起床 这么做更多的可能性 是早即会处理掉相关的作案证据 包括Suzanne的头盔 不过虽然看上去警方的这一套理论 好像很合理 但实际上大多是间接性证据 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解读这些证据 比方说主卧的门虽然坏了 但是不能确定破损的时间 比方说主卧的地上有尚未射出的子弹 烘干机上有麻醉针的包装纸 但是整个案发现场没有打斗的迹象 没有发现血迹 难以确定子弹和麻醉针 究竟和Suzanne的惯例有多大 至于Berry的手机飞行模式 可以说他有这个习惯 毕竟他在案发之前和案发之后 也经常开着飞行模式 他说自己在晚上8点多就睡了 但是货车却有多次开关门记录 他可以解释说 自己只是忘记了睡觉的时间了 他开车绕了路 可以解释说 自己看到了路向去打猎 他的很多解释 虽然听着很可疑 很不可思议 比方说追花里数 比方说追迷路 但是警方这边 实际上拿不出更有利的证据来反驳他 反倒是辩方这边表示 尽管在5月9号 在下午2点47分的时候 Berry的手机开了飞行模式 晚上的时候 他的车也有多次开关门记录 但是车载电脑显示 自从Berry当天下午回家后 他货车的位置 一直是在加拿的车道附近 并没有出门过 如果Berry是凶手的话 那么他是如何跑过去 自是6英里之外的 Muffet去抛石呢 而且手机信号塔的资料 不一定百分百准确 在Berry追花里数的时候 警方出去的资料显示 他在1秒到2秒的时间内 就能快速地从家里的一个地方 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Berry的律师表示 按照这个算法 大致可以推算出 Berry的移动速度 最高可达60公里每小时 要知道 亚马加闪电伯尔特的速度 也才44.72公里每小时 难不成Berry是心强不露的 民间短炮神人 最重要的是 在Sudan的自行车上 自行车头盔里的海绵上 均发现了1号未知男性的DNA 该DNA不属于Berry 而是不分匹配 三起未解学案里罪犯的DNA 所以Berry的律师认为 Sudan案件的凶手 明显另有他人 Berry是无辜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 你在看完了这期案件之后 有什么想法吗 你觉得Berry是杀气的凶手吗 他是真的追着花里数跑呢 还是追着Sudan 如果他是凶手的话 他是怎么做到把Sudan的遗体 转移到46英里外的地方呢 由于Sudan的遗体已经被发现 这起案件在之后 一定还会有重大更新 到时候谁是真凶 我们拭目以待 跟往常一样 大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拜拜 我们下期见